我們看課本十二月第三 上面說到 他說原始根本的這個雜喊 就是相應修多羅 只是 就是攝世分中 抉擇世氣經的部分 這一部分 他底下就接著講了 我們看 雜喊三大部類的第一部 相應修多羅 那也就是主要這一部分 他的內容是什麼呢 運促緣起 時 地 戒 道 品 主要就講這七世 這一切世中的七世 他是最 可能就是最 原始的部分 那麼 這個也是最初結集的 所以他就叫做相應修多羅 那就是說 這個雜喊經裡面 那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包括 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 就是 這裡面的所有內容的 前面這七件事 就七部分 他是 應該是最根本的這一部分 好 好 那他說 射四分鐘 卷八十五到九十八 總共有十四卷 那就是 抉擇經意的 摩丹里加 好 那麼這裡常常講到 摩丹里加 摩丹里加 那 據說我們在 在這個 如果 我們看那個導師的 印度佛教思想史 那他裡面對這個論 上次我們也有說到 他對這個論裡面 就是 論是論意 就是解釋經的 或是解釋律的 那麼 他通常有三種 就上次也有講過 就是這個論裡面 經律論 經律論 那論其實通常都是解釋經跟解釋律的 就是法跟律 他通常有三種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阿比達摩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摩丹里加 那摩丹里加這個名詞 比較常見的就是玄奏的翻譯 通常都用摩丹里加 其他的地方 也有但比較 不常見 另外一個就是昆樂 他基本上有這三種 三種不同的論 那這三種論有一點點像 論文的三種格式 還是說三種 不一樣的 那 阿比達摩 阿比達摩基本上 他的特性就是 繁密的分析 繁密的分析 就是一個名詞 或是 一個經歷的內容 然後不斷不斷的很多名項分析 這個 比如說 新法 新鎖法 然後什麼是新法 什麼是新鎖法 比如說 軟頂 冷 似滴 這個叫似善根 那 為什麼叫似善根 然後 什麼是軟 什麼是頂 什麼是冷 什麼是似滴 然後怎樣怎樣 就 解釋了很多 這個叫阿比達摩 那後來 因為 布派的 布派裡面的 我們說 佛法 佛法 佛法裡面 我們現在所說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布派 經典是布派的 論典是布派的 律也是布派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律 四分律 是法上布的 我們現在的阿含經 是說一切有布的 那個阿比達摩 阿比達摩要看是什麼 如果大比佛撒論 法治論 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 這個 說一切有布的 那 這個 很多的布派的論不太一樣 比如說四帝論 那可能是獨子布的 那麼這一些不同的論 它都有它不同的風格 那這些風格裡面 基本上 不管是 不管是經律論 通常我們現在看得到的都是 屬於布派的東西 不管是經跟律跟論 所以它不同的經 不同的論 裡面有不同的風格 那 像經 比如說阿含經裡面 雜阿含 那麼雜阿含我們很明顯的看到這個 這個 裡面有三四有 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有三四十有的 那 南傳的 同碟部 它就講是 過去未來沒有現在有的 都不太一樣 那律裡面 很明顯的四分律就是 種塔 不可以塔下買紙絲 不可以桌塔 從塔下過 反正都是塔的 五分律的就種威語 就是很多的律點 它的個性不太一樣 那論呢 論也是一樣 你看那個法治論 看那個大比佛殺論 跟看那個大制度論 它明顯很不同的風格 那再看這個誠實論 它有不顯的風格 那麼這個都是論 本身 它在解釋這個經 或者解釋這個律裡面 它注重的是什麼 那所以阿比達摩 那因為 布派裡面最大布的就是 有布 所以卻有布 那麼所以卻有布 因為它注重反祕分析 所以它很重視這種資料 的蒐集 歸納分析 這種東西 那這種就是 它比較會流傳下來 那麼 所以卻有布 它是就種阿比達摩 它的特重就是阿比達摩 那我們看到摩丹里加這個名詞 多數都出現在 這個 維世的這一部分 就是玄奘的這一部分 才會常常講 摩丹里加 摩丹里加 那摩丹里加跟阿比達摩其實是 原來是不同類型的論 那麼它重視的是繁密的分析 所以有很多名項 非常多的名項 那摩丹里加重視的是 大中鋼藥 應該是大鋼中藥 所以跟這個繁密分析這個比較細這個有一點像樹枝 樹枝的樹葉怎樣怎樣 這個有一點像 就是很多很多的樹葉 紋路啊什麼什麼 這個有一點像樹枝大幹這樣 整個整個 它這個整體 那崑勒又不太一樣 崑勒是 精液的貫通 它重在貫通這個精液 整部精的精液 花灰這部精整部精 貫通這個精液又不太一樣 所以它這個三個 是論的這個 其實這三個看起來都重要 但是就是 阿比達摩就種這個 繁密分析 摩丹里加就種大中鋼藥 大鋼中藥 但是 我們如果從像維世的論點裡面來看 那 你如果看 你如果看這個大比佛少人你可以看到阿比達摩的風格 但是你如果看余且世紀論 余且世紀論 他常常講摩丹里加摩丹里加 那包括那個菩薩界也是一樣 他的論主要就是摩丹里加 這個 這個 如果你看余且世紀論的風格 其實也有一點點接近阿比達摩 那 余且世紀論就是 維世的 維世的有一些觀點 其實 也受有部的影響 那 比如說甲壁壹死這個概念 那還有他的 對於經典解釋的風格 其實也受阿比達摩的影響 所以摩丹里加雖然講摩丹里加但是 他還是因為他彼此之間也會有影響 他還是 比較 有一點點摩丹里加他的傾向於阿比達摩的風格 那這裡講到 相應修多羅其實就是 修多羅是經 那相應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 前面 氣經 就講氣經 那其實這個是要 氣入正法 相應於解脫的 主要是這樣 那麼 那麼 這個以摩丹里加 就是 經 跟解釋經的論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先來看 他說 先 先明 先來講 就是先來講經跟解釋經的論 那這裡就是 所謂的摩丹里加 那摩丹里加完全是針對 語解釋滴論 的用詞來說的 因為 因為 這個雜含經 解釋雜含經的就出現在 語解釋滴論 其他的論沒有 其他的論沒有 沒有 所以 就用摩丹里加 那大字的論 你看大字的論的解釋跟 跟語解釋滴論的又不太一樣 我們看一下看阿含經 它會對照 不太一樣 那麼大字的論它就是解釋摩丹里加坡的 好 那他這裡講到 雜含經有三大部類 那第一部 第一部 就叫做相應修多羅 那麼 內容為 運促緣起 那麼 實地界道品其事 那導師說 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最原始最根本的 相應修多羅 這一部分是最原始的 那麼 他說 這個 一切實地論 色四分鐘 他就是 抉擇經意的摩丹里加 那 以論文 對讀雜喊 可說是完全一致 就是 一切實地論的這個次第 它就是 解釋這個論 然後你把它相對應 你就會發現到 完全是這樣 就是運促緣起實地界道品 特別是界 所以說 導師這種編排為什麼是 像我們前面說過 它為什麼是這樣的編排 那 其實它是有根據的 他說 特別 就是 差別在哪裡 界在聖地之下 道品以上 以緣起何為一戀 似乎之 赤地不順 但這恰好 與雜喊經相同 就是你如果看 一切實地論的這個 那麼 跟我們印象中 因為我們習慣講 運促借運促借 這個習慣其實是有部的習慣 但是雜喊經最原始的部分 就是 尤其實地論它不一定完全照有部 因為它 它 一的經典 不是有部的 但是跟有部的 相近 其實是這樣 但這恰好與雜喊經相同 在相應部 就是南傳的 南傳的界相應 也是編在因緣篇 就是有關於這個界 為什麼呢 因為 像我們習慣 講運促借 運促借其實是受到 像據舍論 大比佛殺論的這些影響 像運促借運促借 那這個叫三科嘛 據舍論的最前面都先講這個 那麼 這也是編在因緣篇 就是 我們對照南傳的相應部 它也是把這個界 編在因緣篇 所以你看 雜喊經四大部分 編起 不是編起 五運 運相應 六處 處相應 再來就是雜音宋 雜音宋裡面就是這裡的內容 編起 以編起為主 然後四地 然後這個界 這一部分 所以他說 界跟編起為什麼是一類呢 那麼為什麼界不在運跟處後面呢 還在編起後面呢 而且 為什麼不是獨自的一類呢 平常不都講運促借運促借這個是三科嗎 我們對五運六處十八戒 或是五運六處六戒 這個在佛在說無我 這不是三大類嗎 就是有這樣的疑問 好 分別說部 還有這個獨子部 就是這三大戲 我們稍微 那麼佛面後 主要分做兩部 一個是上座部 一個是大眾部 當然 到底怎麼分 其實 學者還有很多種說法 但是最主要的我們大概 上座部底下比較複雜 因為上座部流傳的東西不多 那說一切有 大眾部比較 就是比較不是很清楚 那上座部基本上 主要是 說一切有 就有三戲 說一切有 分別說 然後 這個比較後面 獨子 獨子部 所以他基本上把它翻作三大戲 說一切有戲 分別說戲 那我們也可以講說一切有部分別說 獨子部跟獨子部 獨子戲 主要這三大戲 那麼 這個上座部的古藝 基本上就是 這裡講的 緣起跟這個戒 是一類 而且緣起在前面 戒還在後面 所以他是 他是運 五運 五運是最主要的 然後六處 這個 這個是都是講 佛法基本上 都是在講無我 都是在講無我 就是 他的經文最重要的就是要讓你理解無我 你一旦理解了無我 你就見法 你就決定出生事 正出國 那麼 六處 然後 之後 之後 他就是緣起 所以 我們常常說 五運無我 六處無我 緣起無我 那麼 戒在緣起裡面 其實他可以獨立 他可以獨立 那麼另外 有一個所謂的戒 戒主要是 十八戒 那十八戒裡面 抽出簡單的 我們叫他六戒 那因為 說一切有不 特重 他特重這個 因為他詳密分析嘛 那十八戒就是詳密的分析呀 跟程式 其實是這樣 所以 這個都是在講無我 緣起無我 五運無我 六處無我 當然也六戒無我 那麼 十八戒特重詳密的分析 所以 說一切有不比較重視 這個十八戒 所以就後來變成 運 觸 戒 緣起 就變成是這樣 那 他這個 如果我們依上座部的古意 為什麼是上座部的古意 因為從一些師弟論裡面看出來 那麼 他是 五運 六處 緣起 這個是上座部的古意 那如果是說一切有不 他就是中 運 觸 戒 所以以前我們讀書也是 運觸戒運觸戒 講習慣了就覺得 怎麼後面不是 六處後面不是六戒呢 或是 其實應該是十八戒 但是 就是 對照這個來 五運六處六戒 比較容易理解就變成 就變成這個運觸戒運觸戒 那有時候會講運戒戒 所以他這裡說到 他說這個是 那導師也沒有確定 但是就是講 應該是 就說這樣的分類應該是上座部的古意 由 由此可見 雜事以 觸跟戒 為一類 所以 他把觸戒放一起 但是 與潔式地論 以運觸戒為一類 都是 色式分 那麼以運觸戒為一類 這個都是 是 這個是這個依據 後代論詩的通縮而改定的 所以我們習慣講運觸戒運觸戒 這個是 應該是受 受一切有不的影響 後來就 變成 改成 運觸戒運觸戒 好 他說抉擇雜寒金的摩丹里加 那 成與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降為比對 那麼導師之前 在編這個雜寒經的會編之前 就注意過 部派佛教到底 的這些論詩 所以他有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還有 所以卻有部論詩與論書之研究 所以他對這一部分算是比較熟悉 那麼這一部分他當然也運用了日本人的很多研究成果 因為日本人在那個時候研究這一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因為他們背後有那種 宗派在支持 那麼學者 整天就是研究這個 那麼由這個 他們的這些宗教 他們所謂的本山 那麼支持他們 因為他們本身有大學 那麼支持他們也做這種研究 所以他們對於這一種 中國佛教 乃至於這一些漢裔的佛典 有很多的研究成果 也是因為這樣早期 像聖典法師他們那一代的 或官法師啦 大航法師啦 那麼 那這一些很多都要 去日本 讀書 就非常多的人去日本讀 因為日本在這一方面的佛教研究 研究的是 領導的地位 那台灣第一個 比較沒有 那中國那個時候就不用講 那時候 那個時候更是 更是落後 所以很多都到日本去 去研究 包括聖典法師他們那一代也蠻多人的 然後霍光法師這一代 也有很多人 惠明法師這一代 都是去日本 那也有很多研究成果 那導師 基本上 就是也借重這個研究成果 但是他有另外的 就是更新的 那麼 的這種看法 那所以就寫了很多我們所稱的黑皮書 初級大聖的起源以開展啊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啊 所以就有部論書就論書就研究啦 這一類 那都是比較屬於我們講專業性的東西 那麼就是屬於研究 學術研究這一類的 那麼跟他早期所謂廟雲集裡面的 金剛經講祭啦 聖半經講祭啦 這一種不太一樣 那麼 他講到 他在原始聖典佛教之集成裡面 曾經比對過 但是裡面有一些東西 也弄錯了 那麼就是我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我們會發現 其實不是一開始都對的 不太可能 即使導師後來也會修正前期的 那麼很多主師也都有這一類的情況 也不會完全沒有 因為你一開始學習 知道的不一定都是對的 但是 有些一開始方向就對 但是他的一些細節 有些不一定完全對 但是沒有關係 就這樣學習 所以偶有些書師 就寻不遠以來也都會有 那麼將在經論會編中改正 這裡不再詳略 所以他就 因為 有的人可能去看過導師的原始 佛教聖典之集成 然後他來對照 雜案經會編 怎麼講的不一樣 那到底哪一本講的對 他已經先跟你講了 那麼裡面有錯誤的 那麼以這個什麼 以這個雜案經會編的 為主 那麼 這個原始佛教聖典集成的 他基本上 有一些錯誤 那麼 那麼如果是 如果是裡面講的跟這裡講的不一樣 那麼以這裡為主 因為這裡比較後面的 這裡比較後面的 那就好像說我們在導師的聖蔓經講記裡面 看到他解釋這個 解釋這個 七絕之 那麼這個是其他 即使在其他經論都沒有這種次第解釋法 那麼 但是你再看 成佛之道 導師解釋七絕之 那個才是正確的 那個就是一般的 念責罰經經洗清安 定舍 這個次第 導師 在 在這個 聖蔓 不是在這個寶聚經裡面 講的這個次第 那基本上可能不知道是依哪一個論或哪一個什麼的 那後來他在成佛之道 這一本裡面他又把它怎麼樣 又把它改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到其實是 像這樣比較 但你要注意你才會發現 你沒注意你可能也沒有特別發現 那如果有一般人專門在研究 他會覺得 原子佛教聖典之集成裡面 拿來看怎麼不太一樣 所以他這裡是在先解釋這個 他就在 如果那裡有錯的 如果是資料有不一樣的 那麼以這裡的為主 所以他不再詳戀 都在 都在精煉匯編這邊 把它改過來 所以 他就不再講 這個在原子佛教聖典是怎麼說 那 這個是怎樣怎樣 就不這麼說了 所以一論文這部分 分為四分 經與論的眷術 總列如下 那 接下來都是在對照 對照的這一部分 那這個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他說第一個行 行責色 第一 這個是 一切勢帝論的 眷85到88 那這個行責色 這個行責色指的就是五韻 那如果他沒有註解五韻 我們大概也不知道行責色行是指五韻 那麼這個是經的 眷1到眷10 眷3 不是眷1眷10眷3眷2眷5這一部分 那這個就是有色頌的那一部分 好 那 促 促很容易就是六促 那這個是 89到92 就是他的次第是這樣排 那導師的次第基本上為什麼他 會編裡面是這麼排 那麼也是 他就是 告訴你 他是有依據的 然後還有緣起 你看緣起 10 4時 4地 界 這裡就包含4個 緣起 10地界 這個是 如果從這個 這個 語解釋裡面是第幾卷 那麼 現在雜案經是第幾卷 他就把你列出來 那我們大概知道因為我們可能看這個也就是當資料看而已 菩提芬法折色 那麼就是道品 道品頌是第三部分 我們現在的編也是這樣 就是 這部雜案行經 整編之後 繪編之後 他也是這樣 五蘊 蘊香蘊 六促 然後 緣起這一部分叫雜音頌 緣起 十地界 然後後面就是菩提芬 叫做道品頌 其實這是這主要的部分 好 那麼這個是在經的卷 二十四 二十五 那麼 那麼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一論文去對讀經文 論文指的是摩丹尼迦 因為摩丹尼迦是解釋修多羅的 那去對讀 可以確信 色四分手一的金本 那麼 以 漢義的雜喊是一致 就是 它是一樣的 但是是不是一定是受益有部的傳承呢 不一定 但是它就是接近於 就是說 這個 遇解釋地論 它那個時候是依據哪一個版本 來 做解釋 因為 因為這個 比格律來講 比如說我們解釋律 如果你是一四分律的 跟一五分律的 前面也許一樣 後面就不一樣 就是 因為它的重點不太一樣 就是它的那個釋地可能是一樣 那 但是裡面的內容可能有一點不一樣 那所以 經也是這樣 但是這個 遇解釋地論我們說它其實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也是 有一點點 靠近有部啦 但是不是完全一樣呢 這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從論文來看 這一部分 就是它的刺地這一部分 跟 漢義雜喊的刺地 那麼 其實是一樣的 那所以 從經論的比對中可以理解到 第一個 論意是依經而立的 經有五印六出 雜印送 道品送 就是這四送 就我們剛才有翻 前面的那個目次看 其實就是這樣 這是主要的四部分 這個也很容易記 五印無我 六出無我 緣起無我 這個這部分是講 無我的講道理 那麼 怎麼樣去贈得無我 這個就是三十七道品 叫道品 我們給它叫道路 道品 就方法 那麼所以 佛法就兩部分 那麼 道理跟道路 那也可以講 多一個就是 再多一個叫做道德 就這三部分 解脫道必須 第一個你贈得這個道理 那你依著這個方法 也叫道路 那麼你 依這個方法 你擁有這些道德 那麼 基本上就 如果你把它講兩部分就是道理跟道路 就是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無我 什麼是無我 那麼 怎麼樣去贈得無我 怎麼樣去贈得真理 覺悟真理 這個就是 道品 也就是我們講道路 依這個道路 那麼 那麼到達 那個什麼 到達那個涅槃城 到達那個解脫 好 那這個 那麼這個 真理的部分 就是無我 無我 就簡單 我們就講 這個 這個 無印無我 六處無我 元起無我 那元起底下 還有什麼 還有 戒 地 講四地 講六戒 那四地 四地 四地跟元起其實是一樣的 四地就是元起 苦疾 就是流轉的 盜滅 就是還滅的 其實是這樣 那 事實 是 眾生 一死而住的這個事實 還有六戒 那麼 這個 十八戒 那麼 他也是在講我的 但是 他比較重視 這個 比較詳細的 跟程式 那麼 菩提 分法 折射 就是四個折射 其實是四大部分 我們多看幾部都 我們這樣多唸幾遍都差不多都已經 就是說 自然而然都背起來了 反正就是 五運六處 元起 跟什麼 跟道品 所以就是講道理跟道路的這一部分 真理是什麼 怎麼去證得真理 所以我常講佛法只有兩部分而已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真理 元起 無我是真理 就簡單 那你也可以講元起中道 也可以講元起是地 反正就是這樣 那怎麼樣去證得這個真理 那一部派裡面來講 其實就是三十七道品 一世念初 一五根五立七絕之八正道 去證得這個真理 那這個元起裡面 就包含 還有包含就是 就是元起底下 他還有講到一些事實 事地 那麼十八戒 這一些 元起十地界 好 那每一則 禮 赦頌 分論意為多少門 然後分門解經 赦頌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在幫助 你記憶的 這部經 一個赦頌有 有 大部分都是十經為一頌 但是 不一定是這樣 多數是十經為一頌 有的十一經 有的十二經 那有的是九經八經 那多數都是十經 但不一定 一定是十經 就是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都是十經 但多數是十經為一頌 那麼幫助你記憶的 就很簡單嘛 比如說 你背金剛經 背阿彌陀經 背法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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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背一背 那麼你 你把這些經的經名 錯存一個宋 金剛法伐阿彌陀 就三部經 然後就這樣 一個宋裡面有十部經 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方便背 金剛經在第一部 法伐在第二部 阿彌陀經在第三部 那類似像這樣 那念的十部經你好背嘛 那麼你再這樣背 就容易啦 那像以前我們背 陳佛之道也是這樣 一個祭誦 一個祭誦裡面四句 那第一個先背一個一個 然後再取 第一個祭誦的第一個字 然後背 然後這個字背起來 然後 就 依這個字底下就是那一句 依這個字底下就是那一句 那一句底下就有那個解釋 就這樣 這樣就容易背 這樣就容易背 以前我們背經背論也是這樣背 要不然你會亂成 會亂掉 好 那麼他們以前也都是這樣背 說有色誦 分論意為多少門 然後分門解經 或一經有二門 三門 那麼 總色 數經為一門 不一定是一經一論相對 他有些是解釋這個意思解釋那個意思 經義有些是相同的 所以已經論道過的後面就略而不同 略而不談 不是每一經都講 因為這個經跟這個經意思是一樣 就講一個就好 那個在後面我會看到 所以他的論有時候 有時候這個論裡面講很多 有時候論很多經才講一點點 那這個是因為前面已經講過 那 這個如果我們讀書 看就會知道了 就是 看這個論 論裡面 就會 我們隨便翻好了 翻到109月 55經 我們看 那麼 109月你看這個55經 那麼 前面有論就是他是一門一門 然後 55經你看他講完了之後 他後面就有個色授 英說小土薄泡沫二無之 這個就是色授 英說一本經 小土薄一種經 小土團 他應該是小土團 然後泡沫 二無之 河流 123456789 這裡是九經為一宋 他的鈍號錯誤應該是滴舍 折珠響經 那後面 是折珠響 那他把他鈍號鈍錯了 所以 英說小土團泡沫二無之 河流 麒麟 樹 滴舍 跟滴舍講的 還有折珠響 因為折珠響是一部經的名字 那麼 你看他底下就有那個人 那他就在論說 這些前面這些經 前面這些經的 或是這一部經的 然後你看他的論那麼多 你放過來110頁 有五種項有三種項有七種因緣有八種因緣 就講得多了有十種因緣 講得非常多 你看那個論這麼多 到了 56經 你看 他又有這個 這個幾部經 然後 然後底下有論就很少 這個論就很少 那57經這個論又多了 然後 所以 這個不一定 就是如果他有一些事 前面有講過了 他可能就沒有在講 那前面沒講他要 解釋這個 他可能就加了很多東西 那個是論 他就是論說這個經的嘛 好 所以我們再 再放回來再看 就算到42月來 43月來 好 他說 所以 這一類有經而沒有論 不能說是缺失 或所依經本不同 就是有時候 他只有經但是他後面沒有論 那沒有論並不是 他漏掉了 只是有些是前面講過的 這裡就不再講了 其實是這樣 所以 他也講到 或者 是所依的經本不同 但是 他是說不能說是缺失或所依經本不同 那麼主要是 已經前面論到的 那這裡略而不談 所以你不能說 你看漏掉了 或是他異不同的經沒有 這個 雜喊 不是雜喊 與其是這類所依的就是 就是 不一定就是 說一切有不所依的雜喊但是 即使不是也相近 也相近 所以你不能說他所依的經本不同 其實是一樣的 第三個 與其是這類的前三則色 就是五運六處跟元起十地界 我們叫做雜音宋 這三部分 內容上刺激上 與漢義的雜喊最為符合 不過他說句語也有少些出 那很明顯的就是 他的 他可能不是完全是 我們現在看的這一部雜喊 但是 他可能就是 跟他有相近 就是同一個部派流傳出來的還是怎樣 但是 裡面有一些差別 第四個 菩提芬法則色 這個是道品 我們知道道品宋裡面就少了五根五粒 不是五根五粒 少了那個 四正段跟四神主 這兩部分是少掉了 原來的雜喊經 五十卷就少了兩卷 就少這兩卷 但是其他的都有 菩提芬法則色 由於經文多 而亦少 所以論文綜合而說 次第上偶有些道亂 這經文很多 但是他 把這個 放在一起講 所以他不一定是照 四年促世正勤 四如意足 五根五粒七絕之八正道 這樣講 不一定是照這個次第講 第四個在道品中 就是三十七道品裡面 三十七道品是七大類 不過我們應該知道 七大類完全是部派 部派的分類 佛說法不止這七大類 佛說法就是 在講修行的次第上 方法上 不只是這七大類 但是 這個部派裡面 以這個最常見的 他認為最重要的 就把他分做七大類 三十七道品 那麼除了這七大類之外 還有很多的修道次第 其實也 建在經裡面 那可能沒有那麼常見 或是他覺得 這個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就沒有把他放在道品裡面 所以道品就七大類 我們說 詩域流之他也是一類 三如漏學也是一類 這個 阿納律的八大能念 那個也是一類 那個也有建 在經理裡面也有講 七聖才也是一類 反正就是 有 還不只是這七大類 不過因為 可能也是 有部或是部派裡面 基本上就變成定說 就以這個三十七道品為主 所以才有三十七道品這個名詞 在佛陀時代 沒有三十七道品這個名詞 但是有四念柱是正前五根五粒 那三十七道品裡面 其他的大概都差不多一樣 那有兩個特別 那有兩個特別就是 五粒 講五粒的這一部分 就是他的次第一定 他的次第一定是 這個 信進念定位 但是有時候講三粒 有時候講兩 有時候講三粒 有時候講四粒 有時候講五粒 有時候講六粒 講七粒 講九粒 八粒 九粒 就是 三粒 四粒 五粒 六粒 八粒 九粒 十粒 都有 他有加一些 他有兩個不同的系統 但是信進念定位 這是 主要的系統 那信進定位 有時候講信進會 有時候講信定位 有時候講信 禁 念 會 有時候講信進定位 所以 這個 五粒 五粒大概是 折中的說法 好像是最常見的說法 但是 不一定都是五粒 就是 三十七道平裡面 其他的大概都沒有問題 比如四念處 四正前 四如一族 五根 八正道 這個沒有問題 比較有不同的說法就是 五粒跟七絕之 那麼五粒的 五粒的次第是一樣的 只是它裡面 內容多一點 少一點 變成三粒 抽一個變成三粒 抽一個二粒 但是不管是三粒四粒 它一定都是信進念定位 所以信進會 信念定位 信進定位 或是再加 再加一些東西進去 那麼 這個是 就算次第不變 但是它的內容 內容有幾個 可能就不一樣 所以有三粒 三粒也很多地方講 阿安經 所以我們如果 在 看阿安經 你會看到 有三粒有四粒 它是不是少講兩粒 沒有 它原來就這麼講 講四粒少講一粒 不是 它不是漏掉 它原來就有這樣的 一樣的 三粒 從三粒開始 三粒 四粒 五粒 六粒 八粒 十粒 但是八粒十粒不是信進念定位 是另一套系統 那麼你會看到這樣的 那麼 那麼這個是 但是它的 信進念定位的刺個刺帝 一定是這樣的 那比較複雜的就是七絕之 七絕之的刺帝 非常複雜 在經論裡面不曉得是不是 原來就不一樣 還是 還是這個 它 翻譯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傳說的問題 那麼它非常 部派裡面都以七絕之為最重要 正的阿的話要以七絕之 八正道才正出國 有時候會這麼說啦 就是七絕之都放在最後面最重要 但是照理來講最重要的應該 最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讀八正道 沒有九正道沒有七正道 而且八正道一定都是正見正思維 正與正業正命正經進正念正定 它可能翻譯的名詞不一樣但是都是一樣 都一定要這個次定 絕對不會把正與正業放到正見前面 也不會把正見放到 正念正定後面不會 它一定都是這個次定 所有的經跟綠跟論都是這麼說 但是七絕之就不一樣喔 七絕之不一樣喔 七絕之只要有兩套系統 一套是把責法放在前面 那麼很多大聖經典是這麼說的 包括導師的這個 這個保濟金獎記 責法放在前面 比較常見的 就是多數的經典 都是念放在前面 念責法精進 喜清安定舍 都是這個次定 但是 單單七絕之的次定非常混亂 你在各個經論如果你有興趣 你把這個 Cβ裡面 有關你七絕之的拿出來比對 至少有十幾種 十幾種 那麼 前面的次定 到底 到底就是 都有 很多有多人講 那麼 經的 不要找綠的 當然講經 也不要找論的 當然找經就好 它不同的經 大小聖經典 拿來看的話 七絕之 它的次定 至少有七八種 然後你再把論的 把主詩的拿來比對 但至少有十二種到十三種 所以 這個 比較 不一樣 那我們說 因為我們看到的其實都是布派的東西 有一些 傳承 比如說我們講波羅蜜 很明顯的有布的波羅蜜是四波羅蜜 南傳的波羅蜜是十 不知道十幾個波羅蜜 十波羅蜜還是十幾個波羅蜜 又不一樣 那我們看到的六波羅蜜其實是 大眾布的說法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我們在理解佛法這一部分 我們要知道現在我們看到的都是布派的論意 但是這一些 多數是 傳承是原始佛教 大家是結集然後傳傳下來的 大家是結集的基本上是以佛當時說的為主 但是我們一定要清楚它不是全部 那 也 可能傳說的部分會有一些些不一樣 那麼所以會有很多套說法 那這一部分我們要先知道 我們才不會看的東西我們會覺得 你這個 你這個寫錯你這個少那個什麼 不一定是這樣子的 好我們讓底下看 那現在講到 這個 講到這個 次上為道品中 根根粒應該是五根五粒 不過雜含經語論中也有說到二十二根 那這個二十二根的這個部分 這個根根 五根五粒的 這個修道次第是不一樣的 那包括我們講 十八戒裡面也有六根 六根 六根這個根跟五根這個根 跟二十二根這個根又不一樣 它的意思是不一樣 那這個五粒裡面 這個五粒四粒或 另外一套系統這個講八粒十粒的 那個都是修道的次第 你修道必須要造這樣的一個 具足這樣的一個 那個是一樣的 那個粒的概念是一樣 那這裡講到的五根 這個是修道的根本 六根 那個是不是 那個是我們身體上 面對 外境 那麼你能夠 身體部分你能夠了知外境的 這個主要的 這個門六門六根六處 這個是身體的部分 所以六根根 二十二根 跟這個五根這個根的部分 那不一樣 但是它都放在所謂的 這個二十二根跟五根都放在根相應裡面 那 他說可見在上座部裡面早就這樣了 那你看這個粒裡面有二粒 三粒四粒五粒六粒七粒八粒九粒十粒 那麼有非常多的粒 不過它基本上我們說這個粒 實粒不是信經念定位了 這個實粒也不是那個 佛陀的實粒又不是喔 它這個是身文修道所要具足的 那我們說大概有兩套系統 信經念位是一套還有另外一套 我沒有寫出來大概 它是另外的另外的一套你要具足什麼具足什麼 比如說 如理思維啊多文訊息啊在這個 這部分 那所以他說以正義法而集種種粒 就是 佛陀說的然後有關於 有關於同類的部分我們然後放在一起 那麼以相應部的粒 淡明信等五粒是非常不同的 相應部只有講信經念位 這五粒 那我們說這個八粒九粒十粒就不是五粒再加上另外三粒不是 它是另外一套系統的 是另外一套系統 六粒以上的都是另外一套系統 那麼二三四五粒都是信經念定位 六七八九十這個是另外一套系統 那這個根根粒都超出了菩提分的範圍 就是 二十二根並不是菩提分就是 你依這個方法贈得菩提不是這樣 包括六根 六根不是說你依六根不是當然不是這樣 二十二根也不是 二十二根男根女根這些 它不是 它是在講明 這個世間的一些東西而已 那所以 它不是菩提分裡面的根的概念 所以 那這個 這個是將有關根與律的教授都列集在根與律的相應中 第五 依據論文 道品的經文是有缺失的 如念著中 幕後有遂與成就二門 而經文卻沒有 接著論明正斷神職僅一個色授也沒有經文 赤明根 論 就是他講到論跟經的一些 一些不一樣 他說 安利中 總明二十二根 赤收所行見 也不見經文 就是 只有那個論文 沒有那個經文 可是 論文 就是摩當尼教授是在解釋經文的 那你 論文沒有解釋經文 那你在說什麼 你在解釋什麼 所以他說 他在講這個 沒有經文 經卷二十六 開始就說 有三根 這個是二十二根裡面的主要三根 為之當之根 知根 無知根 那麼 另外 有所謂的男根 女根 命根 那這個是為之當之 那麼 知矣 知矣就是知根 無知根 那麼 還有 當然 還有加上 言而彼者生意六根 苦樂喜悠舍 有五根 那麼 信淨念定會有五根 那加起來就是二十二根 其實就是信淨念定會有五根 那麼 苦樂喜悠舍 我們叫做五受 也講五根 他也是五根 然後 言而彼者生意 他是六根 就是生的部分 那麼 為之當之 知矣 跟這個無知三根 然後 女根 男根 命根 那加起來就是什麼 加起來就是二十二根 其實是這樣 那這是二十二根中 幕後的三根 那麼經文雖管說信 精進念定會五根 卻沒有說到其他十四根 這顯然是有缺失的 就是其實他沒有 這個其實不是普提分法的部分 不是 那麼普提分法主要就是信淨念定會而已 就五根而已 所以他說 所以他說相應部的根相應共七品 當然是以信等五根為主 如果你要講道品 那只有信淨念定會是道品 其他的不是 其他的不是 那麼 第三的六根品 那也有女根 男根 男根 命根 為之當之 知以 聚足三根 言而彼則生意六根 那所以還有所謂的苦樂喜悠所五根 其實是這一些 好 我們先下課 請下課